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正确的给我们的摩托车换机油 从而使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而且不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 通常情况,像我们这种老式的125,包括一些250的摩托车 它的放油螺丝都是在这个发动机的底部 通过松开放油螺丝进行换机油的工作 像这种操作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一直都这样做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种老式的摩托车,不像现在的运动型摩托车 有独立的击滤系统 这种老式的摩托车,它的机油滤芯是在发动机内部的 在进行更换机油的同时呢,滤芯也是需要更换或者清洗的 今天老王就给大家来示范正确的更换机油和清洗滤芯的工作 首先我们用17的扳手将发动机底部的放油螺丝给它松开 将里面的机油给它放掉 先把摩托车中的机油给它全部放掉 先把摩托车中的机油给它全部放掉 通常都是在这边,发动机的左侧位置 这样一个螺丝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摩托车,它的机油滤芯所在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摩托车,它的机油滤芯所在的位置 这是摩托车的机油滤芯,将滤芯拿出来 用化油器清洗剂将它清洗一下 然后装回去 大家看,上面有很多的铁屑的残留 这些铁屑或者污渍如果附多在活摘环上的话 很容易导致活摘环的老化 从而会发生烧机油的现象 我们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剂将它清洗一下 清洗完成后,我们再给它安装回去 现在就是清洁过后的样子了 我们现在给它装回去 OK,完成 机油放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启动发动机 通过活塞上下运动产生的那个气流 将里面残余的机油再给它吹一下 注意,运转的时间不要太长 因为里面缺少机油的润滑 不宜启动时间过长 现在基本上就OK了 下一步就进行换机油的工作 先拧回放油螺丝 下面开始浸淋加油的工作 现在我们来换上新鲜的机油 通常10W-40或者5W-40就够了 我们用一个漏洞 慢慢地将机油倒入 装回放入鲜油盖 装回放入鲜油盖 就算完成了 装回放入鲜油盖 就算完成了 鲜油盖 机油更换完成以后 我们启动发动机 再速运转3-5分钟 看看有没有出现渗油的情况 没有出现渗油的情况 换过机油后 声音明显清脆了许多 这换过机油后的表现 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更换机油和清洗机率的工作 就算完成了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将机率过滤下来的杂质吧 给它清除掉 避免它附着在发动机活在缓上 从而导致烧机油的现象 建议大家 就是每两次换机油的这个周期 将这个滤芯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对你的发动机使用说明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老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给老王点个赞 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点赞关注转发 谢谢 谢谢